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師兄 像我朋友在問啊 就是 拜拜一定要跑到那些有名的廟 他才會靈驗嗎 我們就不能 如果說是在家旁邊的這種小廟 可以拜嗎 不是 不能這樣講 不一定要很遠的地方 但是一般 家裡附近的廟 他一般住在那邊的人不太會去拜 那為什麼啊 就講好像他沒有那些靈驗 因為太 就像 如果你住在山的旁邊 你不一定天天會去爬山 不過住在別的地方 他們會公車也好 車也好 開車來到山下來才會 才會去爬山的意思是這樣 以前台語有一句話叫做 金廟起床 就是你進的廟 比較進的廟 附近的鄰居他比較不會去拜 並不是說一定要很遠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這樣講 我們要先了解 拜拜的基礎規矩 你懂了那些以後會比較靈驗 然後就拿我們這邊來講就好了 順便跟大家就是溝通 然後讓人家多一些這個叫 也不叫知識吧 叫民俗常識 常識就是一般 為什麼鄉不是一柱就是三柱 那一般為什麼沒有兩柱 兩柱一般是法會 陰的法會 家裡有人往生了 在那一段時間 剛往生的時候 你去做功德做妻 那都兩柱 等到圓滿了 土葬了 過靈骨塔完了 以後在家裡拜託 也是變一柱 不然就是三柱 因為單為陽 單數為陽 雙數為一 那你要講這個 我就大約的講一下 這個民俗常識 常識知道了以後 比較知道拿的香 要怎麼跟神仙啊 神明啊 菩薩怎麼講 要怎麼溝通 比較溝通 他比較聽得懂 你要講什麼 一般聽不太懂 大家一般講的時候 都怎麼講 有些跟我講 你讓我好過了以後 你只要讓我好過了 讓我好過了以後 我就來謝神 有些不然就是講什麼 保佑我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講這個神明都聽不太懂 真的喔 人啊 飄若人間苦難言 都是帶著業障來的嘛 對啊 人 不管你有錢沒有錢 有一樣東西是一樣 煩惱是一樣的 好幾個億的人 他也是有他的煩惱 所以 那在我們許願的時候 是要講得很明確說 我要賺到一千萬才是 你本來講的沒有編嘛 你要講我在做什麼生意的 比方說我是幹嘛的 還是我上班的 你有一個東西我要努力 從那個點下手 比較好 才比較明確 不然你就不明確啊 萬這個東西 個十百千萬萬這個東西 以前啊 只有皇帝在用這個字 萬歲 對 你要什麼王爺啊 還是什麼 什麼皇后 大部分都是千歲 除了皇帝才有萬歲 羅蘭都是千 我要是我去拜拜 我不用說萬事如意 我百事如意就好了 可是你又說這樣會很籠統啊 比如說我現在要求 如果是我 我去拜拜 我經過這邊還是什麼 還是人家跟我介紹 剛好有那個機緣 我就進那個廟 我都直接跟他說 我叫什麼名字 住哪裡 住哪裡是 居住地 現在住哪裡 我現在住哪裡 不是戶籍地 並不是戶籍地 目前你可以抱兩個啊 反正他又不嫌煩 你可以慢慢講啊 講清楚 我都是這樣講 比方說我來這邊 這邊的主神 天上聖明 我就來這邊 就想跟他講 你叫什麼名字 住哪裡 今天啊 誠心誠意來到這邊 跟娘娘上香 請安問好 相差的 一樣有效果 你講一堆 它不一定有效果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規矩 跟大家講 嗯 來看看啊 那 拜拜一定有個主神 不管是一尊 還是十尊 還是一百尊 一定有個主神 主神一定在最中間 這是一個主神 一般拜拜的後面 如果居家 如果說宮廟的時候 他有時候後面會有 雕龍雕鳳什麼 不一定 在家裡的話 一般 一定台語叫 插拉 就是後面這一塊 一般以前古老的 比較 自私化的都是以 觀音為主 叫觀音插拉 就感覺後面有很多神明 有一個觀音 那旁邊可能 下面有很多 一般都是 有聖母 有官公 有趙君 有土地公 道分就是他 有一個 這個叫做插拉 那 如果居家 他後面也不一定有這樣 起碼也有一張紅紙 紅色的紙 貼在後面 好 那後面因為 現在所有的宗教都一起了 尤其是拿香的 叫佛道 有些這個插拉 那後面會有大悲咒 或者那個 心經 喔你是說 就是直接寫經文在上面 寫經文 然後後面這是裝飾嘛 那我就有一個 那我這個什麼 因為我學這個福祿派 我師承的那個 叫做北玄祖 好 所以 上面這兩個字是北玄 北方的北 玄妙的玄 是鑽體 這個是北玄 那北玄祖師 我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呃 拜師的時候 就知道我的主師是北玄祖師 可是他並沒有樣子 那 讓我感應的 他就是一團光 一一的能量 在我感應裡面 他是一團光 那當然這個感應的光是 我拿不出給各位看 可能打坐 可能做功課什麼那種 所以我這邊就是畫了一個女人 代表主席 代表那一團光 也不知道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很有形象 不過我知道他在保護我 就是這樣 有一個畫符什麼 那個時候 我這個桌子到時候 找人家訂的時候 太窄了 為什麼呢 因為 那時候你不知道娘娘要來 你是說最一開始是只有這一塊 只有這一個叉啦 寫個北玄 這個爐放上面 我就拜祖師而已 所以我這邊啊 你可以走近一點 有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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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寫蛇蠻蠻蠻蠻蠻蠻蠻的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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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繼續折日 然後再把娘娘來 來的時候這個爐 例如在這邊的話 爐不能靠著神明太近 這個爐不能靠著神明太近 以前標準來講 不管你是一尺三的 或一尺六的神明 最好這個爐這個邊緣 在他的肚臍這邊是最標準 爐的邊緣 高度 高度在神明的差不多肚子這樣 所以神明是要墊高的嗎 不一定墊高 或者爐是小一點 大部分就是在那邊 這個肚子這邊 第一個在台語裡面這個是財庫 神明的財庫嗎 在肚臍這邊 那如果說你以道學來講 肚臍下面差不多三寸 或者三個手指頭這樣 那邊叫做丹田 叫下丹田 所以煉丹的那些是煉這一塊 後面它會轉 裡面會有轉這個也拿不出來 那個煉氣的人它轉 氣功的也都轉 那個叫下丹田 可是它不能離 緊貼著神太間 它中間有一個距離 所以後面才有這個桌子 把爐請下來了 然後我們就講這個 所以有了這個 是因為娘娘來了才拿下來 一開始的時候 不知道娘娘會來 當然有感應而已 以後去請 我們之前有講到標準的四貢 你記不記得 有神桌上的四貢 標準 有些可有可無 爐一定要有 神明一定要有 有些只有 拜這個就是那個叉拉 它並沒有神尊 這樣也可以嗎 也可以有 各個地方習俗不一樣 有些說我們要跟 就是我們眼睛看的 娘娘這個高度 也有人說它必須高一點 你得仰望它 不過那個也不能說對跟錯 你要看各個地方 比方說我去廣東的時候 那個神明 它可能就這個道路而已 就是這樣 你也不要誰來擺 就差不多神明放在這個道路而已 你看那個 如果你去看那個港劇 有些那個 那個香港人 他們比較最信的大部分是關東 關聖地區 他們的派出所裡面一定都會關 你去看那個港劇 他們不會很高 就這樣 我去越南 越南很多神是在下面的 你這個有時候我們這邊 台灣有很多那個越南餐廳 你可以去看看 有時候它會有時候還比較下面 跟好像我們拜虎爺那個意思 這樣子不會覺得好像有污辱嗎 這個就是各個地方不一樣 所以是沒關係 沒有 可是你要符合當地 比方說我們正統的道學裡面 神都是單數 單數為陽雙數為陰 很少有兩尊 你說要買就是一尊 不然就三尊 不會有兩尊 如果你有兩尊 就一尊再上一尊再下 要有 那上下是不是也有階級之分 有啊 當然是上面的最大 越後面的越大 越靠近後面 最中間最大 從龍邊算過來 這邊比放那邊的大 就是以順序來講 坐中間的最大 中間最大 然後再來是神明的 面對神明的右邊 面對神明的右邊 第二大 然後如果三尊 左邊第三大 如果你有五尊呢 然後這邊有五尊 大 第二大 第二大 第三大 第四大 第五大 懂意思嗎 要按照順序這樣 順序 神格 有一種是神格 一種是先來後到 所以先來後到就不用管神格 要啊 先來後到 我現在有娘娘 改天我要三尊 我就說 我再拜一個觀音嘛 觀音也不能在這邊 因為他先來了 觀音就拜這邊 然後我就請一個土地公 好了 就是那邊 神格 你要靈驗 你大概已經許願想要靈驗 你要先了解他這個 他有一種 這個怎麼講 為順序 順序 那個 尊卑 他有一個尊卑 尊就是高級嘛 就是比較高等嘛 就是這 好 有的神明要拜拜的時候 事供裡面一個 一個水 就是 水 有人是清的水 那我這邊是放了一小 一點點茶葉 清茶這樣 對 水代表什麼 代表清淨 那 是放一杯還是三杯 我會 大部分 因為我這個 有一點衣貫道的理論在裡面 因為衣貫道就是人民一杯 嗯 我也覺得 這樣好看 而且比較大杯 要喝喔 比較爽 如果不是這個的話 他會有一個叫做淨台 對 通常都是開淨台 一個淨台 三個小杯子 然後把這個 或是可以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一般 是正統 在台灣習俗裡面 香港 也有兩尊喔 一個上面兩尊 那不對 你不能說不對 各個地方 你不能用我們的思想 去覺得 你的規矩才是對的 就是地方 香港很多 廣東很多 它不是木頭的 是瓷器的 那以前我們有講過嘛 瓷器比較不好入神 紙 土 木 比較好入神 這樣當地的規矩 其實大概最重要 不管它什麼材質 不管有沒有神 誠 誠 誠意的誠 心誠就折靈 所以有人說 拜拜一定 要到很遠的地方 那不一定 你雙手看著天 老天爺 你髒髒眼 也有 他也聽得到 就是你那個很專心的意念 對 水是清淨 對 水代表清淨 對 花代表自然 花也代表當下 像八字學裡面有 年月日時 它分別 就是根苗花果 花就代表自己 意思是這樣 開花以後就有結果 也代表因果的因 所以以前 為什麼 為何 今世 面容 好看 有人緣 前世 敝世 那個 供花人 就是你上輩子 你常常供花 拜 菩薩 拜神明 你這輩子的人緣會好 那你現在 如果拜拜 帶著花去拜拜 就代表說 你這個拜拜 拜完 你供了這個花以後 以後 你的人緣就會好了 緣分 跟花很有關係 如果你去月老 那 要求姻緣 還是去哪邊哪邊 有什麼什麼 還是說你要求子 觀音那邊也好 祝生那邊也好 只要談說你在上班上學 你希望你做業務也好 還是你上班的工作員 希望人員好 希望上司喜歡你 這一類的 跟花 去拜拜 如果你要求這一堆的東西 可以帶花去供 就是供花 供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去拜拜 不一定要帶著所謂的那些食品 就是我們供花也可以 可以這樣 供花是標準 你只是麻煩 因為我們一般人通常都想說 像要買 像拜土地公就買零食啊 也可能有些又分分數啊 像我這邊的供品都一定是素的 也有人拜水果又變很自然啊 是不是 然後一般花 我們現在就一個 水是什麼 水是清淨 花是自然 再來什麼 竹 那個蠟燭的竹 這個是 這個是 鳳梨 鳳梨的這個是 鳳面的 藏物 也可以點比較久 那 我這也是蠟燭 現在不點啦 這個是那個鑫啊 它這裡拿起來 裡面裝什麼 裝那個 專門的那個 油啊 那個鑫 藍 藍的那個 油 叫做什麼 反正就是 拜拜的 打火機的那個是一樣的 那個是瓦斯 那是一個 油 這個也是 那真正的蠟燭 不是這種 也不是這種 跟這個長得一樣 一根長長的那種 一根點啊 那個蠟油會流下來 對 什麼意思呢 順化 順是平順的順 化是濃化的化 人家說順意人心的意思 就是這幾些東西 它都不自私 清淨不自私 自然不自私 順化不自私 點燃自己 他照亮別人不自私 他流的哭也好 什麼也好 這叫順化 順意人心 再來最重要就是 香嘛 四公五公裡面香啊 香代表什麼 無為 這個香啊 有黑的 有黃的 那都沒關係 我這邊習慣黃的 那 我去大陸那邊 有些是紅的 紅色的 但是 那個香有 大部分 不是一匙三的 是一匙六的 一匙三的 短一點 那都無所謂 主要 拜神 心臣則靈 也不一定要神 看到神 尊敬的心 那我們一定要拿香 才能拜嗎 這是傳承 以前 我們的傳承以前 所以你家的 沒有子孫的 說你家斷了香火 那個 斷了香火 祖先沒人拜了 這是一種傳承 比方講 那每一個有每一個的 首飾啊 比方說基督教 他就沒有香啊 這個是華人地區的 產物 西方也沒有燒金子啊 這是西方的 這個香有 一匙三 一匙六 我這邊是黃的 那什麼都沒有關係 香代表什麼 代表老子講的無為 無為 無為 無就是沒有 為就是做為 你沒有的想法 做這件事 我做了善事 我不覺得這是善事 如果說我做了善事 我還說 我說我無為 因為我覺得這不是善事 其實你還是有為啊 你是說因為心裡面 你還是有在想 你知道 就是一樣 無為什麼意思 好人拿人香拜拜 他也拜 壞人十二不赦的 他也拜 你真正的到一個境界 沒有好壞 是不是 好 拿香啊 拿著 看這個香啊 正統的香要怎麼辦 先 先講怎麼辦 正統啊 這個香叫哪個 國手叫哪個 這是你之前有講過的 對 這是一個太極嘛 碰到人來 恭喜恭喜 你最近好不好啊 那什麼什麼 這是一個太極 這是一個太極 這個香拿著 到底這樣辦 怎麼辦呢 要辦的時候 第一個 不能高過妳的眉毛 香不能高過妳的眉毛 不要高過我眉毛 一看到妳那邊就說 妳怎麼硬堂發黑 就是等等 好 想拿著 拿著這邊 然後下辦的時候 不超過 錄其一下 好 我們剛剛講 爐 剛剛最好在神明的這個 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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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能 有肚量 有肚量 有肚量就有福報 有福報就比較會賺錢 所以以前 剛剛我們講那個爐最好位置在那個 有肚子 你也不能太下面 有些妳墊高了以後 嗯 那個爐就變成 在腳 就變成神明在踏爐 也不好 懂嗎 這個拿著 他拜的時候 不一別 到這邊 拜下來 剛好到這邊 到那個 我們講 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擠下三順位置丹田 要拜三拜 恭敬 往來的時候 開始 開始要講 我要 幹嘛 我怎麼講 你才聽得懂 我要 我要 祈求什麼 就拿著這樣 這個形態 跟妳的手握著 這邊有一個 壇中序 叫做 上八卦 嗯 上八卦 上八卦 剛好這邊 妳要摸兩個肋 這邊有一個 凹進去的 嗯 這個叫 壇中 上八卦 幾下三寸 叫做下八卦 兩個都是八卦 在這邊八卦 要知道 一般如果說妳一尺三 妳會眼睛看到 相識 看看到什麼 就開始講 第一個講什麼 叫什麼名字 農曆出生年月日 現在出生年月日 那如果不知道農曆 那如果不知道農曆 講國曆也可以啊 好 有 我今天來這邊 要幹嘛 我要起床 哎呀 我最近 財運不是很好 那我在做什麼行業 那我一定要唸出來嗎 不一定唸 你 習慣唸的 你就唸 不習慣唸的人 就小聲唸在嘴巴裡 真不能 有些用心裡想的也可以 不過想的有點麻煩 好 一般我們講說 兩聲兩聲 都是要唸出來 男男自語 男男自語 嘴巴唸出來 透過這個香 一炷清香 噴天香 就一炷就可以了 就這樣 嚴格夠 像 像這種主權 一支香 它會上達天地 就靠這個香 男男自語 大聲 你要是不覺得你的個資 讓旁邊的人 知道 你也沒關係 然後你有時候很大聲 如果你在想 大德公廟 那麼多人 幾百個大家 我叫什麼 要怎麼講 一點尊重都沒有 所以你就小小的講 你要求財 你要想 我現在在幹嘛 不然你沒有編 它不知怎麼幫你 可是如果 我想求財 可是我現在沒工作 你就不要說求財 我想找工作 所以要先把自己 你要講得很清楚 不然它不懂啊 那為什麼我是標榜說 最好嘴巴講出來 有聲音比較好 因為有些神 他不一定有那麼強的他心通 可能還不大 不過他還是神 那你講出來就不管他有沒有通 不管是他的靈在你旁邊聽 還是他的兵將 他的功能 他的侍從 文官武官 不知道誰來這邊提名講 他幫你 搞不好隔壁都聽得到了 隔壁的人都聽到了 隔壁的人都聽到了 所以你就這樣講 要求財 你要說你在做什麼 讓我好過一點 讓我發大財 你什麼東西 你每天在家裡 你怎麼發大財 鬆樂透啊 那你也要講我講 可是這個也是太離譜 貪字太多變成貧 可是我怎麼知道說 我現在講的這個到底 因為很多人就是不會抓重點 重點 我現在講說 你要跟他講 第一個 我叫什麼名字 我住哪裡 出生年日 我要求財 你就說 我在做什麼 我在哪裡 開店 還是我在哪邊上班 我希望 我們那個是底薪加獎金 希望業績好一點 你要講這些 就是把你的現況講清楚 對 他才有辦法幫你 穿針引蟹 你要把這個緣分拉近 讓你成交 就發財了嘛 你要想說 我在上班 我希望我人緣好一點 上司賞識你好上班 日子過得輕鬆 你要什麼都不講 有些講 還有一事一問 對 我剛剛想說 如果一次有很多事要 太多人要每一次就講 這個講完以後就說 我家鄰居幹嘛 那我爸爸怎麼樣 我兒子 那我女兒你講一個 一事一問 一個主題 一次就只能一個 一次就一個 如果你要 許願的話 後來你就講個籠統 保佑我們 和家平安 就完了 對啊 你不用把你爸爸 爺爺奶奶公公婆婆 兒子所有的名字都念一次 因為你是代表人 因為你的意識 不是說越清楚越好嗎 清楚而不囉嗦 像你剛剛講 要中熱透 一直抬槓 那全部人都中了 都只有一個號碼 而且你覺得他會管那個號碼的事嗎 他如果 你要說 我這次是大熱透 還是五三九 你要全部都念一次嗎 那我可以念我 我簽熱透的號碼 這個是偏才 星辰他自然會跟你 那你講的你就趕快去買 然後不中了就來怪他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講 星辰 怎麼講 物舉梅 下 盤中這邊 這樣講 左手擦箱 就一般 你得講清楚 你做什麼工作 你的財從哪邊來 我現在求的是什麼財 對 還是你不一定是財啊 你的緣分啊 緣分 緣分有些是什麼 有些是 其實姻緣是天注定 你不能說 只能這樣求 一般也說 有些求配偶啊 我老公又永遠愛我 還是什麼什麼 我老婆什麼什麼 這些都是比較俗事 你只要講清楚 什麼 講清楚 出發點 不囉嗦 然後講 一般講完以後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對 不知道的時候 這個就出現了 哦 你說不會 不會 不會 不會也不是只有台灣有 很多地方都有 啊 這個就是有 這個 這個問什麼 是 不是 可 不可 就是一番兩分 不是 就是二次 兩 是 不是 可 不可 就是這樣 拿了這個 一般只要有爐有香的一般 就這樣繞上去 為什麼呢 清淨 先清淨 你的手剛剛不知道要去拿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哦 所以是清淨手 不是清淨那個鬼 清淨的 第二個 這個 一般我們來講 這個爐上面 只要你的爐 不管是家裡的還是什麼 你只要有正常的給它燒香 上面都會有一股能量在上面 嗯 也是感應它的能量 然後 講完以後 就開始講你的事情 我現在 先講 一樣 名字 弟子 第一個問 現在可不可以請示 我有 弟子有事要請示 就是 這個神仙 等一下啊 因為剛剛你說 弟子是因為你是在這裡 那個處理事情 那你說姓 那一般人是說 姓 姓氏 姓女什麼都可以啊 不然就 口語嘛 我叫蔡東平 我現在可不可以問娘娘事情 問天上聖母請示事情 可不可以 夠口語了吧 不需要講得很文周周 他聽得懂 大家懂 這樣就是 一陣一反 就是 是 可 好 我現在 可以 問事情嗎 丟下去 一般丟是這樣喔 在這個膝蓋這邊 差不多 這樣 自然放下去 自然 自然放 像這個一陣一反 就是 可 是 好 我們大部分都是 我看到很多人 拜拜他是 就是放在胸前 然後問然後就直接這樣丟 你真的要講 你真的要講 是跪著也是醜 跪著也是這樣 你也會往上來 不要理會 誰啊 吳鎮華先生 不好意思喔 現在直播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怎麼知道 他沒接他怎麼知道 還不好意思 那我怎麼辦啊 然後 問你他啊 好 所以 你是不是說 寶規一定要先 就是要在 膝蓋的高度 真的 不管有沒有 有時候就直接跪在上面 講完的時候 就是 就這樣 就把它放下去 又是行歸 就說我講的對 比如說我這樣講 就是他說 哎 你講的這樣是對的 有些 拋啊 什麼 我還有看 就是大部分就是直接 就是往下丟啊 你就自然一下 哎 這個就是 一陣一反就是 好 我現在可不可以請示事情 可以 所以 你知道 講你要 我最近 搬家好不好 我換工作 好不好 我要換工作 我目前 在什麼 地方 上班 下一個 是哪個 換 好不好 好就是好 這樣就是不好 這樣是兩個 看不會 就是兩個都蓋著的 一個 還有一個是這樣 這個叫做笑 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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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個說 我覺得你很無聊 你問這個很無聊 第二個就是 他在笑 第二個是 你講不清楚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就 你看 再把內容講清楚一點 所以說兩個都蓋著的那個是很明確的就是否定 一個好一個不好一個笑 那有時候我也會問的時候一直笑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我過15分鐘一刻 我再來問 他可能要去幫你查一些事情 你要給他一些 那我一般都是過15分鐘 一刻 一刻 時間 我再過15分鐘 再來問 好不好 意思是這樣 不笑了 對 你就去休息一下 15分鐘再問 像我們娘娘回娘家 有時候問日子 六日 幾月幾號 好不好 有時候他會說 現在可不可以問 那個回娘家的事情 他有時候會笑 連續兩個笑 我就說 那我過一刻再問 就有了 你要懂他 因為他不會跳下來用嘴巴跟你講 所以你要自己知道怎麼問 對 你要講很清楚 你把它當成別人問你一樣 你嘴巴 你聽不懂 你也不知道怎麼回應他 然後 有人 去廟裡抽籤 第幾手 第幾手 是不是這一隻 好 也是 你就拿那個去 如果不是再重抽 意思是這樣 那有沒有規定說 要幾個行櫃 這個規定 有人 你要是 對嗎 很有信心 像我就覺得這個很有信心 一櫃定勝負 那有些地方要三個聖杯 才算 看你對他的 不過重大事情都是三個聖杯 所謂的重大是指多重大 生病開不開招重不重大 重大 類似這樣 你說我什麼 幾千萬的房子 你要不要買重不重大 重大 這可能對他來講沒有很重大 可是對你來講 你覺得重大就三個行櫃 這個是機率 縱使他不能讓你心想事成 也可能幫你消災解惡 大事化小事化物 重點是你既然那麼誠心問他 那麼誠心的燒香 有一天他可能跟你預期的不如 你不能恨他 不然你就信別的宗教了 因為中國人很重倫理 又是禮儀之邦 所以你做一些東西叫朋友禮數 好 完了以後 拜拜 感謝指點 完了 那你擺的順序有沒有規定 沒有 沒有 當然是一陣一短放的才好 可以 行 好 你把它放這樣就好像不是很好 起碼也一個讚 希望我問了什麼都是好的嘛 知道了這個 茶清淨 香無為 清淨無為 花自然 足順化 清淨無為 自然順化 還有啊 就是拜拜有沒有說在哪一個時間點 沒有 求會比較 沒有 你要真的這樣算的話 四正時最好 四正時是哪些 植物毛有 就是晚上的11點到1點 或中午的11點到1點 跟下午的5點7點 或凌晨的5點7點 有人過晚上來拜拜嗎 你要過年拜天公 還是正月初 很多時候指食註壽啊 可是這個 你要家裡啊 不是毛就是有嘛 喔對家裡 對啊 那是不是不是毛 不是早上5點7點就是下午5點7點嘛 早安 三早休嘛 一般家裡都是這樣 那現在也不一定啊 有的9點上班 我8點起床 我那時候在星辰就好了 你要跟我講規矩 一般就是這四個時候 如果按照真正的傳統 那你當然你要 你不能把這個當成 除非你很有性的 你覺得我這樣做 我這樣起床 我這樣做很開心 可以 那你要是覺得說 有人中午才上班啊 那你早起來上個班 上個香蕉去睡 除非你覺得這樣很開心 不要讓自己有壓力 有壓力到處不要燒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去拜拜 一定要帶貢品嗎 不一定 手拜也可以 我有時候經過 有人經過都不入廟 走廊過去就在外面拜拜 就走了 那如果我有事情要求的話 就是 那一般你貢品 貢完了是誰吃 自己吃 那就好啦 那我可以放在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上班 那我可以放在那邊 你要看廟的話 你不要臉要帶著麻煩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很麻煩 你說留在那邊 其實是造成別人的麻煩 別人的困擾 因為我也許是好意 想說可以給別人吃 那是你自己覺得 喔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 你別自以為 覺得怎麼樣 我來拜這一定的 我放這邊 我是好意耶 我說什麼 不一定 你會造成人家困擾 你去別的地方 看到那邊水果 不是你買的 你會不會拿來吃 是不會 那就好了 懂嗎 就這樣 OK 拜拜